呃 我们是 魔法少女 什 什么 如果成为魔法少女的话 会变得怎么样 今天天气也很好诶 阿卡丽 早安 是小爱 还有小米多 今天也没有灾害发生 是个和平的一天呐 如果真的每天都有人惹麻烦 反而会很头痛 还是说 恶魔们今天放假呢 这三位少女 其实是会到世界各地与恶魔战斗 魔法少女神奇彩虹的成员 话说今天 不是有数学小考吗 小卡丽 你有记得复习吗 啊 这个吗 哦 是经纪人 喂 你好 怎么了 怎么了 不会吧 什么 红之三高中里面有暗魔 那不就是我们学校吗 怎么办 大家有危险了 恶魔 他们是会夺走人类的性命 会吃掉灵魂的怪物 一般的人无法看出他们的样貌 所以有很多人 几乎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夺走魂魄 为了拯救在恶魔手中的人类 这些魔法少女们不断与恶魔战斗 再这样下去 学校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事情好像变得不太妙耶 不管怎么样 都要想办法把恶魔找出来 虽然说到学校了 但是要从哪里开始找起才好 现在只能尽量把它找出来了 走吧 你们两个等一下 看那边 东东的顶楼上面 啊 真厉害 还很悠闲地在走路 真厉害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但是 从这里跑到顶楼上面来得及吗 只要靠小米多的风制魔法 让我们飞上去就好啦 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对啊 如果我们在这么多人的地方变身的话 没错 我们马上就会被发现是魔法少女 对 对啊 糟糕了 恶魔 她跑掉了 什么 这段时间她应该还跑不远 我们赶快去找她吧 好 完全找不到耶 再这样拖下去我们都要迟到了 嘿嘿 小爱真的是跟外表不一样很认真呢 你很烦耶 啊 阿卡丽你怎么啦 那个 你们不觉得有股奇怪的味道吗 嗯 感觉好像有东西烧焦了 我去看看 啊 小卡丽 我们也跟上去吧 好 找到了 不可以在学校里面乱上树木啦 就算不是在学校也不行吧 就是啊 好呀 这种事就不要计较了 不多说了 我们变转吧 你已经逃不了了 被她给偷走了 我们快追 等一下 我们先灭火吧 不然再这样下去学校会变成火海的 但是不快点的话 啊对了 如果用小米多的风之魔法可以吹灭它吗 我我试试看 等等 ukan altar 请举枝起来 去吧 哎 怎么觉得火势变得更大了 我的天哪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水啊 请帮我消灭这些火 果然还是小爱厉害 恶魔的火轻轻消失了 用风灭火到底是什么概念 抱歉抱歉 那是 怎么了吗 小壁东 快点使用你的风筝魔法 帮我们吹到屋顶上面 这么突然啊 就是现在 快点 好 我刚刚在楼下看到的东西 果然是这个没错 那个是炸弹吗 那个炸弹 感觉不像一般的炸弹 那种大小 搞不好会把学校炸飞 才对啦 如果用了这假火的话 一级就可以消灭你们所有人 在这里的每个人 灵魂全都是属于我的啦 我们绝不会让你当宠的 你确定 我劝你们别再靠近了 不然我很有可能 会一个不小心手滑 点燃炸弹的导火线哦 不可以 如果不想牺牲这栋建筑屋里的人 跟自己的性命的话 我想想 就把你们的魔杖交给本大爷 这样我就放你们一马吧 你在说什么 当然不可能交给你 不对 给他吧 什么 小艾 阿卡丽 没事的 冷静一点 但是 小卡丽 艾一定是有想到什么 对付她的方法 我们就相信她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耳朵先靠过来一下 够啦 你们是打算让本大爷我等多久 咦 呀 干嘛故意让我吓一跳 好啦 快点把魔杖给我 急什么 现在马上丢给你 米多利 记得暗号吗 呃 幽龙 一 二 没错 一开始这样做就好了不是吗 就现在 你 你们想干嘛 娃娃 吹吧 米多利 时机抓得很好 完好无处 拿回手头咯 什么 可恶 只是人类不要以为 将军的赢得了本大爷 不会让你得逞 本大爷特别吃作的炸弹 什么 以眼怀眼 以我怀我 去吧 那不是火吧 确定不是拳击吗 苦力麻吉 还好顺利打败恶魔了 就是说啊 都是多亏小艾的作战策略 虽然我不太懂为什么 但那个策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照着做了 对啊 因为我知道听小艾的准没错 啊 是哦 嘿嘿 小艾害羞了 可以不用说多余的话没关系哦 魔杖交给恶魔之前 米多利不是有挥了一项魔杖吗 就是那个时候施上魔法的 什么魔法 我利用时间差让风吹起来 所以魔杖丢出去的时候 就会因为风的作用力 飞回来我们这里 好厉害 连这种事都办得到 虽然能使用的魔法不多 但是会应用的话 任何事情都做得到哦 不过 我们可以打倒恶魔 都是因为你们两个施魔法的时机 真的抓得很好 才不是呢 是大家都很努力 对吧 这样说也对呢 很好 为了庆祝成功打败恶魔 我们一起去吃蛋糕吧 今日的结局 战胜恶魔 请记得订阅频道 还有给赞哟 你也一起成为魔法少女吧